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那么它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 都设有服务中心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服务 文美的主要服务内容有从78年级就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从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还有课后的补习 同时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是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也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同时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官方的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如果您可以在YouTube直接搜索的话 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导播来切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 这是文美的公众号 大家可以扫描直接来添加 如果您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 来添加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万博士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美国的名校之路的另一个捷径 美国社区大学 其实说到这个 大家看到捷径 大家都会心里一震 但是其实呢 今天我们要请万博士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一部分 因为对于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来说 其实对于社区大学不了解 但是为什么它是名校的捷径呢 下面我们请万博士先来给大家做个介绍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么确实是 那么对于说是咱们的很多新移民朋友 那么咱们在往期节目里主要阐述的全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目标直达最好的大学区 对 这么一个思路啊 那么包括在讲一些规划的一些内容也是这样 但是确实是有相当多的一些孩子们 那么他们来美国所能够准备大学申请的时间是非常仓促的 那么也有一些孩子他甚至是十一年级 甚至是十二年级才来到了美国 那大家知道尤其是这个移民申请一旦获批 很多情况下是时间是非常紧急的 要求几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必须要登陆美国 是吧 所以呢 家长就带着孩子来到了美国 就读了本地的公立的学校 马上就面临着考大学的这么一个难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最巨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们来美国可能一共才有几个月的时间 那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申请 又要提前一年来进行申请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 那么更谈不上规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认为其实社区大学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那么首先社区大学 那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 那么英文叫community college 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社区大学 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社区学院 是吧 那么他由于这个名字就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那么为什么说产生了很多的误会呢 一说学院 因为咱们尤其是刚才讲了 这个什么人反而会关注这些 尤其是新移民家庭更关注 因为他们可能是很多人会跟他们讲 这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个名字上一看 哦学院社区学院还是社区的 那就马上就想起来 哎呀这是一个大专吧 然后问是不是大专呢 是哦真的是专科 哦那我想上本科不想上专科呀 那么就马上心里边可能就有一些小想法啊 那么既然是专科 那么我想上本科这怎么能行呢 是吧 因为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教育 专科和本科还是区别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国内的专科又分两年制的和三年制的 但无论两年制三年制的话呢 他是没有办法自由的 像统招的四年制大学进行转换的 那么如果我想拿本科 我是一个大专生拿本科怎么办 我要参加国内的这种自学的考试啊 然后你拿到的本科学位证 也是里边写的非常明确 叫叫什么这个自学本科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家长心里就觉得有一些差异哈 那这个是不是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区别大不大啊 对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利还是说我先去上一个什么样的能够只要能上的一个四年制大学呢 其实很多家长心里有这个误解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社区大学 首先的话呢 不同的国家对这个大专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那么他的英文说法叫associate degree 他叫副学士学位 副学士学位 两年制的 但是美国的社区大学 他不仅仅提供副学士学位这样一个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是干什么呢 一般是技能类的一些学生 是吧 由于各种原因 他是不想上四年制大学 他想更早的就业 总而言之 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两年就可以毕业 他可能想学一些技能类的东西 那么这是确实是一个思路 那么另外呢 其实社区大学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那就是他两年之后 你是可以选择转进四年制大学的 而且这个四年制大学是上不封顶的 所谓的上不封顶就是说 他并没有限制说 OK你如果是是从社区大学转学的 的话呢 你最多只能转到某一个级别的四年制大学去 没有 那只要你成绩好 只要你优秀 你两年之后 你往哈佛耶路斯坦福去申请 也照样有机会能得到录取 那么所以呢 很多人其实对于咱们华人家长 比较喜欢四年制本科的家长来说 那么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和通道 为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很多11年级 12年级才来美国的移民的孩子们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他们刚来美国 英语可能也还没学好 课程也跟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难申请到他别特别心仪的大学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的学费是非常低廉的 低廉到什么程度呢 低廉到可以不要学费 甚至你如果是家庭比较困难的话 你还可以申请政府补助 所以这个是 所以美国基本上已经 大部分情况下实现了美国这种高等教育的 这种普及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先去社区大学读两年 读两年之后的话呢 你如果成绩优异 你可以把拿着你的成绩单 拿着你其他各方面优秀的东西 展现给你想申请的大学 那么你去那个学校 去读大三大四 然后拿到本科毕业证 那么这里边 我就要跟大家强调了一点 你这个时候拿到的这个本科毕业证 和国内的那种说你是自考本科是不一样的 他和国内的那种模式是不一样的 不会把你区别对待 但是与此同时 你反而是和那个大一就进入这个学校 拿到的毕业证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说你拿到的就是某某大学的 某某专业的本科毕业 所以这个是家长非常看重的 就是我的一纸文书上写了什么内容 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好处 但是也不是说绝对的就没有任何的痕迹 因为从你的成绩单上 大一大二是在社区大学读的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痕迹 在上面的不是说完全没有 因为这是事实 你大一大二不在我们学校读 你大一大二两年的学分 是从社区大学转过来的 是吧 所以这是它的好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实现你继续攻读名牌大学的理想 是吧 那么应该来说这个途径的话呢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好 能够满足我们想上名牌大学的愿望 更重要的一点 是它完全不浪费你的时间 不存在说像国内我四年制大学没有考好 是不是 那我要需要复读一年 明年再考吧 当然大家知道 美国中学是没有复读这一说的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啊 你说啊 我今年没做好准备 我刚来 我重读个十二年级吧 公立学校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吧 因为都是免费教育 不允许你读 多读一年 私立教育的话呢 基本上除非你降级直接读十一年级 但是你一旦读到十二年级了 是不允许你降级的 不允许你重复读的 没有repeat这个概念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也是它一个省时间的一个好处啊 那么当然每个既然叫社区大学 说明它是公立的啊 是每个州举办的啊 所以呢 那么你呢 也要查看你的这个社区大学 它之后和哪个大学有优惠的政策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 你的最大优势是哪里 当然我刚才说了 我说这些学校 你可以随便申请递申请 但是总有一些学校 是会给你特殊的优待的 那么这就是本周的公立的大学 会对你本周的社区学院 有特别大的一个优惠 这个的话呢 在节目的下半段 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讲 是的 谢谢 谢谢万博士的这个介绍啊 也纠正了大家很多的一些认知啊 那么所以呢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要来找文美集团来咨询 那么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 有12个城市 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同时文美也是 最主要的服务内容呢是有七八年级 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啊 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和其他不同的这个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一样啊 这个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抱歉 都是公司合伙人的级别 并且呢 是在文美工作了十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呢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呢 这也是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寻找 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另外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 一公讲官方的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的 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其实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看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789-0942 好的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美国社区大学的详解 下面我们请万博士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这个美国社区大学应该怎么样来申请 应该怎么样来报名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信息 你发现这个社区大学挺适合我的 是吧 那么我应该如何开始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烦情导播切换一下画面 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那我刚才大概提了一下 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社区大学是公立的 那么它的优惠政策肯定是也是和对接着公立大学的 因为它兼顾着一个大学教育的这个普及的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东海岸西海岸各推荐一个州来 我认为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呢 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 那你就看哪个州的学校最多 或者说哪个州的公立大学排名最高 是吧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是纽约州 一个是加州 那么这两个州的话呢 他们的对应的学校的反而是最好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讲纽约州 纽约州它的名字并不叫什么Community College 它有一个它叫它叫什么 叫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它并不是叫社区学院 它叫城市大学 城市大学 所以每个州的教法也不一样 各个观众可能在不同的州 德州的什么其他州的 那可能也教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搜你本地的这个名字 那么咱们就以纽约州为例 它是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那么它呢 这个介绍了 说City of New York 从1847年就开始了 是吧 那它现在有多少 有25个campus 有多少学生 half a million student 50万的学生 在学校就读 在学校就读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么它的整个的申请呢 这里边有undergraduate admission graduate admission 还有这个transfer student admission 还有这样 two year degree 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 就是说它呢 比我刚才讲的这个社区大学还厉害 就是什么厉害呢 它本身是自带本科和硕士的 这个是在纽约比较独有的一个模式 大部分情况下 它的整个的社区大学系统 那么它就是针对的这个 这个两年制的学位 两年制的学位 但是它不是 那么纽约州的话呢 它一共有三个系统 分别是CUNY 就一个CUN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那么它有一个CUNY SUNY 叫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是吧 所以有这两道 两道大的系统 然后还有就是那几个 著名的私立大学 像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布朗大学 雪城大学 是吧 这些比较知名的 这些综合类的院校 那么它的话呢 就在这里了 那么 2 years degree 那么相对于说是加州的话呢 它就不太一样 加州的话呢 它三个系统就非常清晰 那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大家知道的最好的 像这个 UCLA UC Berkeley 是吧 这几个著名的 UC Irwin San Diego 这几个都是前二十 前三十的名牌大学 这是一个系统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State University 叫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是吧 它有三十来所 这样的学校 那然后呢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这个呢 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是有这么 三个系统 三个系统 那么 关于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是不是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的网址是叫 CCCCO.edu California 三个C 是不是 然后这个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 你要看看什么呢 首先 首先要看这里 Fender College Fender College 什么意思 Fender College 的话呢 加州 你看 南加州的整个的 小星号全给你标出来了 你家附近 你家附近的 所有的社区学员 你看南加州就几十所 南加州就几十所 你都可以看到 哪个是离你家近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刚才讲的 叫College的学校非常多 你如果在加州 或在任何州 你一定要找那个 官方的网站的 学校的College 因为为什么 文理学院 很多文理学院 也叫College 甚至很多艺术类的 或者说一些培训学校 也叫College 如果你 比如说 万博士说了 College可以转学 那你就报了一个College 那你可就 有可能上错学校了 你必须是在这个认证清单里的 学校 看没有 在五十麦之内 R1五十麦之内 有三十四所 有三十四所 加州一共上百所 两百来所左右的 社区学院 两百来所的所有的社区学院 来 你找你家附近的 那这些社区学院 那有些家长会问了 那哪个是最著名的 我可以跟大家讲 最著名的 比如说是像 Santa Monica City College 比如说是像 北加的旧金山的 Foot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 都是非常有名的 还有像Dianza 这也是旧金山 比较有名的 社区学院 那么 为什么呢 Santa Monica 离UCLA近 Dianza离UC博克利近 是吧 这就是我说的 你要找他认证的学校 但是王老师 那这儿有一个叫 Mira Costa College 那我如果在这个学校读 我们家在San Diego 那是不是 那我申请转到 什么UCLA 博克利的机会就小了 不是 所有的两百所社区大学 都是一视同仁的 好吧 所以呢 总而言之呢 你要在这个上面要找 你点进去了之后 哎 你就可以连接到 他的官方网站了 你连接到 他的官方网站 你就有去找 Admission这个选项 Admission的这个选项呢 进来了之后 Apply Now Apply Now 你就要注册账号了 注册账号 Getting Started 是吧 你要New Student Returning Student Current High School Stude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有这四个选项 是吧 那国际学生 你国际学生 他是收留学生的 光在洛杉矶地区 就有三万中国留学生 在南加州的 主要的社区大学 在读书 在读书 像我刚才说的 Santa Monica 这个社区学院的 中国学生就高达2000人 他不比任何一个 四年制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少 这个少 Current High School Student 这什么意思 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是高中生 我想上一些厉害的课 那你可以去 社区大学报名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Returning Student 可能之前学过 然后中间又放弃了 现在又回来了 是不是 New Student 你点进去 你要注册账号 是吧 你要一步 Step 1 2 3 4 5 12345 怎么注册 是不是 然后添什么信息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Orientation 是不是 怎么弄 然后参加入学考试 都有入学考试 无论大学 社区大学 数学和英文 都是有入学考试的 这个很多孩子 比如说你们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准备2022年读大学的 要为你的placement test做准备 那么还有下面是有其他的一些注册课程 是吧 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纽约大学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他25个campus apply now 是不是 CUNY Future Student CUNY Student 是不是 那么start your application 他呢和这个加州的不太一样 加州呢 你是刚才讲了 你先找一个地图 找到了之后的话呢 你去那个学校的官方网站 单独报名 你申请5个 你要去5个网站 填5个申请表 它是单独的 独立的 那CUNY不一样了 CUNY的整个系统呢 有点类似于加州的这个系统 你看 你直接在一个系统里选择 一个系统里选择 一个系统里选择 然后 你要开始干嘛 你需要开始注册账号了 然后你看这个deadline deadline 跳过去了 咱们让观众看一下 哪里去了 这里 deadline 有了 fall deadline 2月1号申请就结束了 所以还有9天的时间 是不是 choose from two year four year degree programs 是不是 这个你就都能看到了 那在下边的话呢 你可能要自己操作了 需要注册账号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但是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的网址 那么你每一个州都有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两个州 他的公立大学好排名高 UCLA Berkeley 你都有机会去 纽约也是 是吧 都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种社区大学 虽然你可以深思效 但是公立大学有一个好处 一个是录取率更高 还有就是你在社区大学 转两年的学分的损失更低 就是说你在四年制大学 就是公立对公立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归加州教育局 纽约教育局管的 所以你两年的课程设置 完全一个学分不浪费 你想从加州的某个市区学院 转到南加大去 或者说是从纽约的 转到纽约大学 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 可以吗 人家也会录取你 但是学制是不衔接的 私立学校都是各自为证的 那么他可能就少转一部分 学去分过去 你可能四年半五年才能毕业 这也是你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给我们的家长 给我们的新移民 刚刚来美国的学生 在他们还不知道 如何面对这么紧 去完成大学申请的时候 给你们多一条路 让你们去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万博士的这个介绍 其实对于社区大学呢 我也是从万博士里学到了很多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一些学生来说 某一类学生来说 某一些学生来说 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就是说 也是真的是一条名校的捷径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直接咨询万博士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 芝加哥等12个城市 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那么文美主要的服务内容呢 是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那么我们也知道 文美集团对付盛名的 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和其他的这个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情况不一样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是在文美工作了十年以上 都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呢 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很注重的一个方面 另外呢 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 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以及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 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 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印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789-0942 好的 今天谢谢万博士与我们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文美集团 美国升学之通车 在每个周五 每夕时间中午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